我们先读两段经文 首先是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羊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牧羊我的羊。 彼得说主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 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羊我的羊。 感谢神的话语。 大家读彼得千书五章一到四节。 我国家做长老,做基督社乎的建设,同想后来所要显现是重要的。 是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不要护养在你们中间神的循运。 按着神的旨意召唤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制所多付你们的,乃是做群娘的榜样。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以贪财如帅神的荣耀安宁。 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 彼得的一生是教会简史的作影,也可以说是每一位牧师成长的天路历程。 从约翰福音21章到彼得前书第5章,我们看见了上帝所拣选的仆人, 他的生命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了他怎样在真理里面的成长, 以及最后把自己完全托付给神,何以得见呢? 那就是他开始做了基督的仆人,用今天我们的语境来讲,就做了牧师。 牧师在圣经当中有长老、有监督,有诸如此类不同的概念, 我们一直强调这是一个共同的、同一的一个概念,就是指的是牧者。 牧者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看彼得的书信,长老,使徒行传监督, 其他的书信监督,然后约翰书信里面的长老。 为什么起初有不同的名字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教会的建立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环境当中, 不同的犹太的社团党中,有的叫监督,有的叫长老,有的叫牧师, 那实际上是随着教会本身的逐渐的成长,逐渐的扩展, 最后到了二世纪、三世纪、四世纪,最后最后才定型为统一的称呼, 其实就是监督。 监督这个词在英文当中是这么写的。 Bishop,这是监督这个词翻过来的, 那么后来就被称为主教,天主教做了很多天家, 就被称为神父、教父,然后教皇, 最后中国人民这个完全不甘落后, 又在这个上面添加了一个从来圣经和教会当中没有的名词,叫师母。 我一直在请教很多人就是怎么翻译上中文, 职业就是the teacher's mother,教会里面出现一个老太太。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谁这方面有知识可以教导我? 师母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有的? 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人年奇迹和教会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感谢神,我们教会没有这东西,没有这东西。 我们今天先领络了神的话语, 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翻到下一页,就是案例牧师的条件。 我这借用了潘霍华,台湾的大陆翻译, 潘霍菲尔的一本书的名字,就是做门徒的代价。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不仅仅是要造就一代一代的牧者, 也是跟更多的牧师和教会来分享圣经启示的圣旨的整理。 我们不认为我们掌握了全部,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这里所分享的最可能的接近圣经本身的教导。 现在我们翻到下面,我们先对新约圣经有一个重新的简单的总结,一个领受。 除了四福音书以外,新约圣经的使徒书信,使徒行传,基本上可以分成四大类。 第一类是关于基督论或者救恩论,你也可以简单称之为因信称义的教义。 那么主要体现在三本书信当中,阔湖里面的都是其他书信,阔湖外面的都是保罗书信。 那么第一大类就是基督论或者说信义论、救恩论,都可以。 那就是三本书,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 这三本书信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论,特别是信义论,可以简单这么称呼。 这三本书信在教会历史当中的这个贡献是什么呢? 就是极为坚决的把基督教跟犹太教区别出来,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分娩的过程。 在神学上,这是一场教会的产难,基督在此借真理,宣告了对犹太教所代表的世界和宗教的胜利。 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教会论,哥林多书信前后,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斐利门书、斐利比书,还有雅各书。 哥林多书信其实比较难归类,它有相当一部分信息可以归到上一类,基督论。 但是更多更多的内容还是在谈教会,教会的程序,教会的圣餐,教会内部的关系。 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开明综艺,就是让我们看见教会的纷争, 以及我们应该怎样超越这样的纷争。 为什么这些书信被称为教会论? 我接下来借着以弗所书的简单的分享来说明这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了,新约圣经要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论述教会。 这就提醒整个基督教,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那些深受现代人本主义思想,以及东方异教无神思想、无神论思想和肉身成道异教思想捆绑的基督教,一定要反省。 因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我信基督,但不信教会。 我信基督,但我不在乎教会。 这是一派胡言,他们这种邪教的神学,实际上对主耶稣基督实施了斩首的行动, 对主耶稣基督的婚姻做了一个残酷的离间的工作。 这是邪教,这是异教,这是我们CSMP坚决纠正的,我们要回归的真理。 第三大块,新约圣经就是《末世论》,主要当然就是《披萨罗尼迦前后书》和《启示录》。 读懂《启示录》,先去看《披萨罗尼迦前后书》。 有一些半调子传到人就说,新约圣经,使徒书信不重要, 重要的看《四福音书》就行了。 那位元帝兄就经常讲,这个实在是欺有此理, 他忘记了使徒书信是使徒写的,四福音书也是使徒写的, 这个没有办法分成档次的,一定要是分你这个档次, 《启示录》那是耶稣亲笔书信,更重要,这个半调子很麻烦, 这种很多很多华人的基督徒都是这一套。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忘记了基督论、教会论、末世论, 跟福音书其实是平行的。 福音书里面也有这些内容,很多人怀疑说教会不重要, 因为福音书没有谈到教会。 我说这些半调子就是瞎眼的,那是因为教会是五行诀才建立的, 而且主已经应许说,等真理的圣灵降临, 他要带着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他说的很清楚,所以教会太重要了, 不能因为四福音书只有两节经文谈到了教会, 教会就不重要了,新约圣经是整体的。 我说到福音书有两节经文谈到了教会,谁知道哪两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还有一节? 若是福音教会。 怎么说的? 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 我要是还说不听你们,你们就告诉教会, 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就在那一段里面。 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和十八章,但这绝不意味着教会不重要。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新约圣经的所有书卷, 整约圣经的所有书卷,首先是教会用书,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教会太重要了。 一个反对教会的基督教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了,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而且几乎所有的华人基督徒,最属灵的表示就是我信基督, 但是我不在乎教会,真是岂有此理。 教会很重要,而教会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真理,那就是牧师,就是圣子。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把新约圣经做分类,就是基督论论父子的子, 默示论论论圣子,基督论论圣子的第一次来, 默示论论圣子的第二次来。 那么中间,教会论和教牧论分别论述的是圣会和圣旨, 圣旨,圣会和圣旨。 这个圣旨在旧约圣经当中相当于什么呢? 那就是祭祀,祭祀这个职分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圣旨就没有圣会,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在西方随着平民主义运动的兴起,随着对教皇制的矫枉过正, 随着小兄弟会的蓬勃发展,随着平民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 现政主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世俗小学的泛滥成灾。 随着像尼多生这些半调子的汉语神学家对西方矫枉过正的胡乱的继承, 随着什么招会、什么兄弟会、聚会所, 所有反圣旨运动的胡说八道的泛滥成灾, 圣旨已经在教会当中激进消亡了。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了一个极其严酷的局势, 就是世界和教会一起反对教会和圣旨的真理。 我们处于一个很不利的局面,那就是因为教皇制把圣旨的这个真理发挥到了魔鬼的高度。 所以我们很艰难,但是感谢主义他赐给我们圣经。 我们今天看到了新约圣经的第四类书卷,可以简直成为教母论或者论圣旨, 那就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彼得书信、彼得前后书、约翰123书、犹大书。 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彼得前后书、约翰123书和犹大书, 我们也把它归类为教母论范畴之内呢? 彼得书信刚才我们读到了一些信息,实际上彼得前后书都在讲教会的圣旨问题。 书信的对象也是或者首先是教会的监督和长老。 在这个里面,包括我本人一直有一个误区, 就是我们看到了这种现代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潮, 他们在魔鬼的这种利用之下是有何等强大的影响力。 那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新约圣经的所有的书信, 虽然书信的对象写的都是弟兄, 但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它是既写给弟兄, 也写给姐妹的。 然后我们人云亦云的认为, 这是当时初代教会或者中古时代, 人们对女权不够重视, 因此只能有弟兄勉强代表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想当然,我们人云亦云的认为是这样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认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自以为是的人本主义, 对圣经用语的捆绑。 我们的圣经是上帝的话, 他永远安定在天, 他不可能受任何时代和文化的捆绑。 因此,这些书信写作的对象收信的就是弟兄,不要再弯曲了, 不要觉得我们比圣灵高明, 2000年前圣灵没有我们聪明, 不知道分不清楚男女, 所以真是岂有此理。 我们这样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圣经有姐妹, 该说姐妹的时候人家说呀, 约翰二叔, 被拣选的太太呀。 因此,这些书信,特别是彼得书信, 我们如果通读首尾,贯穿始终, 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这封信就是写给教会领袖。 大家可以翻到彼得前书, 我给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 我们看到了那里面写信的对象, 是散居在各地的,实际上是教会的领袖, 受信人是男性。 哪一点更清楚呢? 到了第二章, 我们看到广泛的, 包括路德本人也被弯曲的一节经文, 也是现代基督教, 特别是尼多生这个系统的人, 用来攻击路德教会, 传统教会。 在某种意义上,路德活该被攻击, 因为他当年引用这种经文, 攻击了天主教会。 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公平, 活该论太伟大了。 就是说,你怎么论断人,你就怎么被论断。 而且奇妙的,就有反讽的是, 路德怎么论断的那个教皇, 和尼多生这一派人怎么论断的路德, 应用的竟然是一节经文。 这节经文在哪儿? 第二章第五节,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时, 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祀,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 还有一节,谁找到了? 你们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然后现在基督教,马丁路德引用这节经文说, 凭什么教皇就是祭祀? 使徒接祭祀,这是当年基督教改革的口号,标志性的口号。 但是我想任何真理矫枉过正,你一定会被报复的。 五百年以后,平民主义运动的兴起, 尼多生他们这一派什么兄弟会,尼多生弟兄没有尼多生牧师, 李长寿,还李长胖,就这拨人。 现在在什么多伦多呀,在什么西方,这套东西特别多, 皇上教会也一样,没有牧师,我们都是平等的弟兄, 这词多漂亮呀,一天见平等。 但是引用的还是这节经文,使徒都平等,使徒接祭祀,信徒接祭祀。 我想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彼得前书写作的对象是真的祭祀,不是彼, 或者首先是各个地方教会的领袖。 所以领袖这个词你不爱听,打个引号吧。 就这么一个,我们怎么知道? 你看二章十一节前面的标题,上帝的仆人这是一块,我不去细说了。 然后你再往下看,翻到第四章第一段,标题是好管家。 这个不是指平信都说的,至少我们结论是这样子的, 首先指的是教会领袖。 然后第五章,刚才我们读的,做长老的,写给各个地方教会的长老。 结论很简单,你可以把它应用到每个基督徒身上, 但是首先,所有的使徒属信就是写给各个地方教会的领袖的。 这不是什么华天下之宠,这是常识。 你给我们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会写信,你不给我写给谁写啊? 你给利维写,那你记错了呀。 那你给利维他们教会的一般的弟兄姊妹写信,你把利维放在何处啊? 这是简单的常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它搏乱反正。 因此彼得书信,约翰一案三都可以让我们看见,这是教墓书信。 约翰一案三怎么讲呢? 约翰一书胜过的是鬼权,魔鬼在教会当中的权柄,那里面有大量的打击魔鬼的, 魔鬼利用仇恨,弟兄之间的恨,搅扰教会。 约翰二书胜过女权,女人在教会的权柄太大了。 约翰三书胜过男权,或者一个得了热病的人, 还有什么人,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不尊重牧师。 这种凝露的热病在教会里面也很多,我们这个CISP还是好很多, 但是我也听闻了一些事情, 就是甚至为一件衣服也要打得狗血喷头。 与此相关的一个败坏的现象,我今天也跟大家讲, 就所有的牧师倒是平等的。 所有的教会之间,每个教会的会众,首先你要顺服你自己的牧师, 你不要顺服我,超过顺服你们的牧师。 因为圣灵与我同在,与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会同在, 与你们同在。 我们坚决阻断所有的追星的这种邪恶、丑恶、庸俗、 不堪的教会恶俗,因为我们深信圣灵的工作是最大的。 而且在你们教会,圣灵使用你们牧师牧养的方式,可能跟我不一样。 我今天要提醒你,那恰恰是圣灵高明,比我高明的地方。 如果所有的教会都像我这样牧会,那我们就成了撒旦一会。 所以上帝永永远远比咱们伟大,比咱们高明。 那么以此相关还有一个现象呢,那就是吃饱了撑的行。 这种假神学,就是专门喜欢管别人教会的闲事。 我今天点名批评,我听闻,比如说什么成都还是四川的人, 一定要关心北京教会的事,你是不是吃饱撑着了呀? 悔改,关你什么事啊?你是不是闲着呀? 以后不许发生这种事情,你不要以为你总比别人高明。 你高明在什么地方呢?把你自己的教会管好了就行。 你不仅要管自己的丈夫,还要管别人的丈夫, 你不仅要管自己的牧师,还要管别人的牧师, 你实在是管得太宽了。 北京教会凭什么管云南教会的事啊? 四川教会凭什么管成都教会的事啊? 江西教会凭什么管温州教会的事啊? 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举例了,不要害怕。 我就想,我们这里不许这样了。 教会是一和华的军队,要规规矩矩,按照秩序来进行。 特别是教会的姊妹,你这个一定要约束你的罪。 不要,自己本来犯了罪,还到处去折腾。 有没有一点羞耻之心啊? 不许这样啊,以后不许这样啊。 大家也知道,我是不怕得罪什么人的。 主可,你拿圣经来把我说服。 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在神的恩典里面正在成长。 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干净,要坚决,要守规矩。 好不好? 败坏自己,也败坏别人。 讲来在神面前我们是要交战的。 所以我再做出一个结论啊,无论我们这个课程啊,我们的这个事工发展有多大,少管闲事。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系统,设计消灭长舌妇,好不好? 你不要飞短流长,不要听见什么男女的事儿,别人家什么破事儿, 你就兴奋的跟什么什么似的。 管好自己,不要哀家闲游,说长道短。 这是教母出现反复要禁止的,管好你自己,不要爱上别人的老公,好吧? 不要爱上别人的太太,做得到不安,你这个都做不到,抓紧面秘毁过,今天不许吃饭,谁发现这个作用不许吃饭了。 我先不吃啊。 哎呦,说多了,又说个气氛,大大的脑怒。 你们理解,我已经忍了两年了。 这动不动就说,哎呀,北京教会怎么了?北京教会关你什么事啊? 这岂有此理。 以后我不希望听见这些话,当然你说我以后不跟任牧师说了,我私下说,我听了更骂。 我做得不对,你们也可以骂我,没有问题。 但是神的教会真的是个,教会是世界当中真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 他是很敏感的事情,他是基督的妻子。 不要欺负基督的妻子。 教牧书信的尤大书其实强调的是什么? 为什么也归到这个教牧书信里面? 尤大书其实和彼得书信,特别是彼得后书,他在强调一个事实, 其实我认为就是一定要尊重教会里的权柄。 那里面骂的挺惨的,不是说我爱骂人,那里面骂的很惨的,就是没有灵性的畜生。 这句话其实真正指的不是你不顺服这个君王,是你不顺服教会里面主治的掌权的。 所以现在这个基督教真的是假冒伪善,我要顺服掌权的。 我说你要是美国人,你首先顺服的是川普,不是那个。 在你作为基督徒,你连教会的权柄你都不顺服, 你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讲顺服掌权的呢? 虽然我们牧者不要勉强别人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教会是神的教, 我们比世界应该更加的规规矩矩的进行。 现在我在讲教慕论之前,我讲一讲以夫所述, 我为什么认为它是在讲教会论,真的翻到下一页。 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打到以夫所述。 比较长,我就不从头到尾给大家查经了。 讲教会论是为了给讲圣旨论,提供一个更坚实的真理的根基。 所以讲完教会论,我再讲圣旨论。 也许你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读过以夫所述。 我说生命神运和鸡汤教有一个大麻疯病一样的瘟疫, 就是打开圣经就要学成圣,打开圣经就怎么样,肉身要成道。 其实以夫所述从头至尾讲的就是什么是神的教会, 而且从来没有任何遗卷书,像以夫所述这样, 对教会论有如此深刻、伟大、全面的论述。 以夫所述第一章,总共是六章,每一章给教会下一个伟大的定义。 以夫所述第一章结束的部分,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愿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何等的伟大, 何等的开阔,何等的常阔高深。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 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教会,你看他有多么的了不起。 讲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而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他是万有之手。 基督的头和身体都可以说是万有之手。 所以我们听什么在今世的、来世的、掌权的、执政的、 有能的、组治的、一切有名的面前,如此的自甘卑微呢? 教会在世上因基督的缘故,教会的权柄凌驾于万有之手。 这才是我们的教会。 我们活出这样的教会的见证了吗?没有啊。 现在的教会成了什么? 不仅仅是普遍的地下教会。 现在这个教会就像一个可怜的小媳妇,像一个流串犯,像一个民工。 现在的教会,唯一的标志就是门口一大堆臭鞋子。 好,我不是说这点,就是他很形象。 不仅如此,我们接着看,第一章,彼佛祖的第一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因此,犯是割裂基督和教会的,就是在斩首基督。 这是非常严重的罪恶。 第二章,以弗所出第二章的结论,二章十一到十二节。 以弗所出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 这有点长,我看我选其容易点。 二十一节吧,二十节吧,十九节吧。 十九节我读给大家。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这可以说是第二章的第一个教会的定义,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是神的家呀,亲爱的弟兄,我们有家了,而且我们的家是上帝的家。 在提摩太初期里面再一次强调就是,教会是神的家。 平行的信息,二十节,二十二,教会是神的殿。 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家和殿是一个词,对吧? 所以结论就是,教会是神的家,是主的圣殿。 在整个的旧约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从会幕到圣殿是何等伟大的一个异象呢? 所以教会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啊? 第二章,教会是主的家,教会是主的圣殿。 第三章结束的部分,第三章一到二十节,全都在里面了。 以弗所说六章,第三章是交叉结构的中心。 这里面,每个基督徒正应该把以弗所说三章背下来, 你才知道到底什么是教会。 你可能以前从来都没这么想过。 但是在以弗所说第三章当中呢, 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启示整个人类,教会是什么? 我选两章读给大家。 三章第九节,又是众人都明白自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整个宇宙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有一个最伟大的奥秘,就是我们,就是教会。 这太可怕了,我再往下看。 十节,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呢? 十节,就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指正的、掌权的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照神在万事之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在祂里面放胆无惧, 独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 再往下看啊。 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 但愿祂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时代的永永远远。 基督教为什么这么轻视教会? 诸位,其实我们自己也常常不理解, 其实教会才是这世界上最大的神迹。 很多人轻视教会是因为教会有缺陷, 是因为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 但是我们要换个角度来想,就是上帝是何等的伟大, 他竟然在这一群有限的蒙恩的罪人当中来实现他万有之前, 创造万有之前在地上的旨意,这才是神啊。 我们到底怎样来明白教会的伟大呢? 圣经的启示没有超过一幅所述,三章这段经文了。 第四章,教会是什么呢? 第四章1到7节,我们看一个结论,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平行结果当中呢, 它在解除肢体跟上面身体的关系。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身体当中的肢体。 这就让教会变得特别的敏感。 敏感在哪里? 就任何一个教会的移动分裂都会有撕心裂肺的疼。 所以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一定一定要谨慎。 轻易不要撕裂一个教会,你受不起的。 所以哥林多初心有一些经文,你拆毁神的家,我就拆毁你。 我看到太多这种血缘的见证了,这是非常真实的。 有人说,那你们CISMP把这个别的弟兄姊妹怎么拉到你们这儿来算不算? 我们不是为自己辩护,我们不算,为什么不算啊? 第一呢,就是我建议你过来的时候不要再骂人,你离开那个教会了。 第二,你到这儿来是为了学真理,你自己知道, 神也知道。 第三,我们在一些真理上,我们确确实实认为, 我们现在正在建立的教会,比理确确更符合圣经,真理比我们大,这没有办法。 如果有人供给我们自意,我们拿圣经来。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那是女牧师,你还不让我们走? 你这太不讲理了吧,你那个圣餐天天说代表主的真体, 圣经没这么说,我还在你那忍耐。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尽管如此我们离开了,更多的精力放在教会中, 而不是要放在攻击过去的牧师。 那个牧者也好,女牧者也好,说一两次就可以了,不要总说了,不爱听就算了。 第四章,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同样正因为是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的这种互相呢, 我还是那句话,飞短流长的现象,一定要截止。 我再提醒,特别是姊妹,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 不要在教会和牧者之间不散纷章,一定要小心。 第五章,大家都熟悉,结论很简单,教会是基督他妻子。 我曾经用这样的标题做过讲道,你不要得罪上帝的女人, 你得罪人的女人,你后果不堪设想,你得罪上帝的女人, 你等着后果吧,那个后果太惨了。 但是现在这个流氓国家,这个世俗的权柄,谁都最喜欢欺负女人, 特别是喜欢欺负基督的女人,必有更重的审判为这种流氓存留。 第六章,以夫所述第六章,我们一言以蔽之,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 教会是基督的精兵。 所以我们从看以夫所述,就是六个定义。 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主的圣殿,教会是神的奥秘, 教会是他的肢体,教会是他的妻子,教会是他的军队。 军队这个意向我再多说一句,我为什么今年如此坚决的阻乱很多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的CSMP呢? 这是咱们的基本神学,大家明白吗? 我不能以我为中心,影响别的地方教会的聚会。 拦也拦不住,真的是没有办法,希望明年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后来我就说,除了这个特别特别有这个,你自己还没有教会,门护照过来可以, 其他的你要是一定要来参加这个聚会, 你一定要争得你自己本地教会牧师的同意,否则的话你不要到这里来。 当然你也不能欺负人,你本来都要来了,逼你牧师同意,那这是令到神知道我们的心的。 更重要的是,你真的知道信仰是一场战争吗? 你要真的到战场,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这样的强调。 那战场上每一个空,每一个位置都是不能躲开的,你可能感觉不到你有多重要。 你站在那个地方就是个堵枪眼的地方。 我们的教会一定要有高度的对教会的尊重。 我们没有资格拆毁教会,我们没有资格离开你的岗位。 说白了还是自以为是太重了,都觉得自己有道理,什么道理,什么道理都要顺服圣经的道理。 哪怕我们不懂不明白,包括顺服牧者的建议。 所以这是我们对军队这个意向的理解。 将来你们当中有人做牧师,你就会更明白我在说什么。 每一场主日都是一场极其极其残酷的战争,太残酷了。 对于牧师来讲,我常常能够站在这个地方看见撒旦又给我了我的脸色,真的很明显。 牧师那种心肠,真的有做牧师你才能明白。 比如说这个廖弟兄在我这面前,我们每年都是这样,每个主日都这样,突然下个主日他不在这儿了。 你知道对牧师的那种战斗能力的伤害,平时他们不显山不溜,我也不搭理他,他也不搭理我,就坐在那里写东西嘛,谁也看不见谁好像。 但是他真的有一天他不在这里的时候,我告诉你, 你会影响到他的讲道的。 教会太重要,太敏感了。 好的,我们教会论讲到这里,现在我们来看圣旨关系,圣旨的问题,翻到下一页。 大家再看看这个图表。 我们讲教会的牧师的案例,就是神的家,主的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搭建的? 其实就是从圣旨人员的呼召开始的。 主耶稣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他三十岁开始侍奉第一件事情,呼召门徒。 那么这是教会建立的初步了。 正如亚当被造,首先建造夏娃,这是一个道理。 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基督和教会完婚。 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意象。 我们讲到的这个,对不起,翻到上面吧,再往上翻一下,再往上。 好的,我们看牧师的出现,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就是呼召,第二个就是个人的预备,第三个是教会的案例。 这是路德教会的一个基本的传统,我个人认为是最接近圣经的。 所以接下来我要讲这个东西,我尽可能解合着圣经讲, 同时也解合着路德教会的教母传统来讲。 我讲的如果有缺陷,有不足,我们最后还是请立委牧师做一些补充。 我现在先抛砖。 我们现在翻到下面,我们先讲第一块就是圣灵的呼召。 我们讲圣灵的呼召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给他定义的就是真理的装备,你首先要学。 这个经文太多了,大家不要陷于我罗列的这几节经文,远远超过这些。 可以说整个的圣经都在讲这个,也可以。 第一就是我们知道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一定要学习真理。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 太多这些信息了,我们不一一去讲了。 第一就是,传道人牧师首先是要进行真理的装备。 使徒和我们有一点不同。 我们总觉得使徒神学院的生活就三年半,那大错特错了,对吗? 比如说彼得被呼召的时候是四十岁,他就学了四十年。 我们很感慨。 那就是你看彼得、保罗和这个雅各、约翰,甚至那个斯蒂反, 站在那里讲道,整卷圣经全出来了,真吓死我们了。 怎么装备到这个地步? 因为他们从小就明白圣经。 我们现在是多么的蒙福啊,包括我在内, 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这个人是个很容易骄傲的人。 讲得好,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但是,你要是面对着彼得他们的时候,真是让我们谦卑。 为什么? 我们现在比如说,检索天良,我们检索基督,我们检索摸,我们检索盐, 那不就是两秒钟的事吗? 那你知道这个保罗彼得他们要要检索圣经当中某个概念,太麻烦了,太累了,完全靠记忆经验。 但尽管如此,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之下,他们对圣经讲得那么的精准。 所以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的斯蒂芬,从创世纪讲到麻拉基书,我的天哪,震撼震撼。 而且这个保罗彼得约翰他们一讲到,张口就是圣经大段大段的背诵。 这是没有别的,就是真的是要有坚实的真理的装备。 我们这个CSMP神学院,我们其实是三年,但是大家也能感受到,我实际上是终生制,我活着我们就一起讲。 所以上一届的学生到这一届的学生继续学,而为了省钱的缘故,第二届就不收学费了。 但是我们终生要学习圣经的,让我们一直在教导里面,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真理。 但是这里面,我建议一些神学生,本来这话不应由我来讲,这就有点骄傲,但是我凭着诚实讲吧, 就你们不要迷信西方的神学院,真的不要迷信。 我跟那个立委牧师是从那里出来的,我们太知道它是什么了。 我们说句极端一点的话,就是完完全全讲圣经的神学院,已经太少太少了。 他们添加了太多太多人本主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去那个神学院,我再也不想去了,为什么呢? 他们有相当的一大部分东西讲教会史,然后讲这个教义史, 然后特别是讲你比如说路德的历史,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我有时间我就听, 没时间我连看我都不想看。 然后还有什么? 祷告的课程,门徒训练的课程,那祷告还用教吗? 父爱是在教导出来的教导,基本上都是祷告的表演。 你儿子给你要个东西要学吗?说爸你给我就行了,不需要学吗? 当然最基本的我们教导,那主已经教导,就主导文啊, 你让那个严则去学就行了。 操练祷告,我一听你这个我就想吐啊。 这个祷告怎么还要操,操练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我要骗我爹嘛。 我本来想要这个,我假装我不要这个,然后就看着这个。 但是另外一个这个教会的添加就是什么? 史学、哲学、统计学、数学,你们要真的去哈佛神学院待几天,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遇到好多这种哈佛神学院出来的什么名牧啊,什么教授啊, 坐在这里跟我谈,我跟他们在这个洛杉矶里面有两次的交流, 就真的是,我如果教,求神赦免我,如果我说的事实,求神使用啊。 有一个是台湾去的老教授,当然就开始教导我, 你大陆来的呀,那好多年前了,十多年前了。 然后就开始跟我讲他的神学观点,就是我做梦,我有个理想,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就这个,拿枪拿掉,就发现英文比我好。 我就听嘛,什么dream啊,是吧? 他说我梦见这个,我的理想就是孔子跟耶稣在天上一起喝茶。 就这样,这就是他们的神学。 我当时,大家也知道我这臭脾气,我当时我就给他翻了嘛。 我就说你们那个臭孔子见到耶稣,唯一正确的姿势就跪下来, 说主要你饶恕我,我是个罪人,还跟我喝茶,我吩咐你起来喝茶可以。 这就是现代神学,真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那我们对路德教会确实很多教程做了一些改变。 其实大家看得出来,我们就是个圣经,我们就是讲圣经。 唯有主的话,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灵嘛。 当然我们讲的不一定都那么好,但是我们在努力。 所以就是说,真理的装备,我们要去装备的是真理,而不是世俗的小学。 我特别也同时反感,包括咱们这个教区里面,尽可能的不要用世俗小学的办法募会。 调查问卷,统计学,心理学的答案,有也行,我不是绝对反对,我不是个反制主义者。 你先把圣经弄明白了,你再用这些。 但是你要真的听我的话,你就没时间弄了,圣经想弄明白太难了,太多了。 所以你要想明白。 这是第一个,就是神呼召我们去学习。 第二个就是,学什么?就是学圣经。 学习圣经,学习圣经,学习圣经。 提问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圣经是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爱圣经,必须爱圣经。 但是这个圣经呢,我们特别强调的装备的一个方面, 就是立委牧师现在主持的这个课程,那就是一定要努力学原文。 特别是传道人。 牧师,再难也要努力,太重要了。 我知道很难,我先跟大家分享过。 我在那个神学院里面真的哭,经常哭。 我在人大上学十几年,十五年都完全不用英文了。 那后来到了神学院,我就完全听不懂, 然后你还得用英文去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而且还有压力,那个学费很高,所以就是特别特别的难。 但是你一旦真的玩命进去了以后,那种甘甜是你想象不到的。 同样的一些一节经文,从原文打开就是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任何一节经文,必须看一面原文。 没有办法了,不看的话我不敢讲了,就有点不敢讲了。 万一讲错了怎么办呢? 所以再难还是要坚持,你不会比我难,真的不会。 我当时去那个神学院,我不怕丢人, 就是人家上课起立和下课我都不知道, 那大家都起来呢,我就起来吧。 人家去吃饭,我就跟着吧,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丢人,学习不丢人,努力去学,学习圣经,但是原文非常重要。 为我们自己,还有一点,就是主问彼得,你爱我吗? 你喂养我的小鸭。 我这个说过王诚好多次,大个子,大胖子,你那么肥, 抓紧学原文减减肥呀。 王诚是我见过的,就是对圣经的领受,就是唯一超过我的人。 懒。 就是有很多圣经上的恩赐,但是为爱主的缘故一定要被主拼了。 当主问我吗?你爱我的时候,包括你能不能为他去学原文? 真的是包括这个。 因为这个圣经在翻译和流传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和和本圣经, 它自觉不自觉的受了加尔文主义和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对吧,我举过好多次那个例子,我们能看见的就有了。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这样子呢?那你只有回原文。 你就说这个主耶稣对玛利亚做妇人,他就一定要翻译成母亲, 你这不得气死吗?但是你要这个超越的话, 你会看到一百五十年的玛利亚崇拜,早就被耶稣给废掉了。 对吧? 然后女权主义,你从玛利亚那里你就看出来, 连玛利亚都不敢做女牧师。 我就不知道这些女牧师这个结尾,你还有什么资格,你跟我讲什么呢? 玛利亚都消失一击了,你还在那儿白乎,还在那儿得瑟呀? 你敢说玛利亚没有恩赐啊? 你能够输出玛利亚送那么伟大的篇章吗? 没得吹了。 但是如果看原文,我们真的就特别特别的艰巨。 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主奉抚我们,一定要传道。 第一,你传的一定是道,第二,你要放下一切去传道。 所以这一切,我们总结起来就叫真理的装备,或者圣灵的呼召。 那么我们最后怎样在按摩程序当中确认圣灵的呼召呢? 那其实就是在路德教会的传统当中,就是借着神学院的培训。 换言之,我们落到实处,你一起来按摩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那就是我跟立伟牧师对你学习成绩的一个评价。 你可以不喜欢我们,你可以瞧不久我们,但是教会就是借着罪人对这些事情做出的安排,没有办法了。 我也盼望圣灵有更高的办法,更好的办法,没有,就是借着教区教会现有的牧师或者神学院的教授, 对新的神学生的这种装备和考核。 你如果不同意这种传统,你发明一个那个,它也是一个新的传统,本质是一样的。 所以我建议你别吃饱了,就撑着了,就是它了。 所以三年,按摩的基本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对你的这些作业啊,神学课程啊, 包括网络上的互动啊,做一个成绩上的基本的评价。 然后立伟牧师在你的原文课程上有个基本的评价。 原文成绩也不是特别特别的过关,或者立伟牧师认为还在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建议弟兄姊妹不要着急,这都对你好,要是对你的羊群的爱护。 特别像帮着他们,这真的就是小孩嘛,这比我女儿大不了几岁。 都是小孩,着什么急啊,不用说我了,摩西牧会都八十岁了,对吧。 真的不要太着急,神一定会在最好的时间给我们。 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在群里也好,在你的小组里也好,在教会里也好, 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也是一座神学院,那是需要锤炼的。 去年山西还是哪里的说出现这种那种啊,智杰还问我怎么办? 我说只有一个办法,你就离那儿远点,别管。 就得操练,就得磨,就得碰,就得打,就得闹,就得分。 我也劝大家对我有基本的信任,包括方正, 你不要以为我会干涉到你们教会的什么具体的人, 我还多来不及呢,我可没那么蠢。 谁会写信,这种信我基本上都不回。 当然我心情不好,我还会骂,你别来找我,我不管这种事。 为什么,你那个年轻的牧师就活该经历这些,哎呀,你早着呢。 我不是说现在我就是有点依老卖老,太惨酷了,墓会太惨酷了, 但你不经历长不大,这个我教不了你,没人能教得了你,教不了, 你一定要自己去经历。 我前几年,第一次我说我牧会的那个群体是一群以福建为主的一群老头老太太, 平均这个水平是小学二年级,这是真的,调查过。 就是在王特利尔恩典堂,跟我那么打罪老头老太太,福建人, 我记得有没有福建人我们这里,我比较不太喜欢福建人, 所以我们这里都出外。 特别在香港打人的,都是什么福建人,在美国,纽约,都这些。 当我们不搞地域歧视,但是我当时心里特别别扭,为什么呢? 就我大知识分子,我第一次想嫁,我这么著名,听着跟你们讲, 我讲黑个儿,你听得懂啊,黑木儿基本上还可以。 后来就骂我这儿,没有生命嘛,那我从那里开始指了。 好,这波弄完了,第二波,爱国贼。 基本都是我这个年龄,七十年代出生移民到蒙特利尔, 就大堆一提提美国就骂,提提加拿大就骂, 就共产党好,中国好。 你说我得多恨他们你知道,对吧?给我全是这波人。 最后就分蒙零熙嘛,教会就搞了,你八糟嘛。 这个好,第三波,到了我们平台这个教会了, 有一次我就发现,这打的狗血喷头什么烂事都有,难以启齿。 然后会一两三年就会打一场,然后经常会发现教会突然三分之一的人, 就人家都商量好了,就都走了。 不仅走了,这个蒙特利尔华人圈子也小,全讲你的坏话。 所以我2015年过来找你们的时候,那是我人生最低最低谷的时候, 我都不想再蒙特利尔呆,呆不下去了,臭不可闻呢。 现在回过头来,主啊,真的,你太爱我了, 这这么好的考试去哪找? 所以早着呢,房长也好,小饭也好,料理型也好, 你幼儿园大班嘛,慢慢来。 早着呢,早着呢,真的早着呢。 而且神一定给你弄一个特别像你的人放在你教会里, 你多讨厌他,其实他就是你的性子,你就是他,你就是他。 我扯到哪去了?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课比前两天的课还有意思,比较实用。 呼召嘛,就是以我跟立伟牧师的课程为标准, 但是我们不是分数崇拜者,就真的觉得你可以了, 那个原文你确实是暂时有些地方弄不过去。 为了我们觉得条件比较成熟,不影响你的本地教会的圣餐一些服饰, 我们会设计所谓实习牧师。 实习牧师就是你,实习牧师的基本前提是你要继续学原文, 你不可以放弃,我们不会允许你放弃的,一辈子还要学。 好的,这是第一部分,就是呼召。 第二部分,翻到下一页,个人自愿。 这个我没有引用圣经,因为太多了,特别是提名在前后书。 第一就是你真的愿意放下一切去跟随主,第二,你有自愿的申请。 我收到的申请,以这个为主。 我们的主也好,教会的历史上也好,没有一个牧师的案例是被别人逼上去的。 逼上去没有用,我这次特别感动,我收到了五六个人的申请要案例牧师, 感谢神,为你们感谢神。 就是你们真的看到了这个庄家熟了,做空的少。 以前我基本上是找人呼召,你俩起来做牧师吧。 但是最后还是你要自愿,没有这个自愿是很难。 所以个人的第一个预备,就是我从程序上来说,我要收到你的申请。 写给我也可以,写给立伟牧师也可以,实际上写给中国教区的主席也可以。 现在由于大家知道我们外在环境比较恶劣,所以为了保护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 我们第三个方面的施工,我们可以有条件的在做。 第二个方面个人的预备,那就是提摩太前后书《教目书记》里面讲的生命状况。 我们反对生命神学,我们不反对人的生命。 这些生命的基本预备,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吧,我简单把提摩太前书, 为什么称之为《教目书记》? 所以它的一些基本的教导,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实际上你们如果要做牧师,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前书是必须读的, 然后你自己就觉得你又不应该申请了。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传的是谁。 我们传的是谁呢?我们传的是基督。 所以提摩太前书做牧师的两大前提。 第一,你传的是基督,第二,你知道基督救了你。 我现在不打平信徒,我就谈一个牧师最最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在提摩太前书, 那就是你是保罗的经历,你一定是做过罪魁的,你承认耶稣真的救了你。 没有这条我现在建议你现在收回的你的申请,就是你真的认为你在神面前, 你本来应该下地狱,现在神救了你。 只有这样的人,你才配当牧师。 否则的话,你一定是撒旦的仆人,我这话说得很干脆,我愿意负责任,一定如此的。 不然的话,你怎么讲基督的救恩呢? 你自己都没有经历救恩,你凭什么讲基督是人类的救主呢? 你讲不出来的,我讲话也不遮着眼着,你以王志斌和远志明为例, 王志斌就不配做牧师,远志明比他更配做牧师。 虽然他是个罪人,我也不认为他现在就做好了。 我想讲道理大家明白吗?就是你在神面前,他现在可以了,以前可能还不行, 就现在被人打来狗血奔头了。 我希望他起来真的重拾真理去释放神,去牧会。 感谢主在他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有这么伟大的一个功课给他,挺好的。 但是像我控告他的那些人,王志斌那么这批中国的所谓的牧师, 从王明道开始,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都不配做牧师。 他们越是努力,越像撒旦的仆人。 你所生比他们更有资格做牧师,当然他也可能晚了,我不太了解,过去的人我就不论断了。 就是当他被王明道下三难道来接他的隐私之后,我是说在这个时候以后,他更有资格做牧师。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为什么我如此如此坚决的强调这个问题,就是保罗这里讲的,就是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闷了怜悯。 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的怜悯,给后来信他而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你才敢在这里讲,我这个意思不是说我要为了做牧师,我明天就去强奸谁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经历了地狱般的控告,承认你在上帝面前真的就该死了。 你才知道主啊,你真的救了我。 谁拦我,我给谁急,我一定要把这个救恩跟补天下的人去分享。 这种发自肺腑的感动,拦不住的,谁也没用,你弄死我,我也是他。 这是牧师最奇葩。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这么极端,但是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 尤其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可以做牧师的,就是我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我做人还是比别人好,因此我更有资格做牧师,你在我这儿就是愤怒。 我们不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不配做牧师的。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按这个标点的按铃牧师。 那你讲什么呢?我碰见这样的人,讲基督的救恩呢? 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祂救了人不昧。 我用你去讲啊,那吃饱了,唱那又是。 我们不能这样讲道的,亲爱的弟兄,彼得为什么神呼喊他,太不堪了,太丑了。 耶稣上十字架他就去拦,在十字架下面三次否认主,他这一辈子就没光彩过,彼得一辈子基本没光彩过。 但是他在一点一点真的在长大,没成长一步,神都会给他的事工开拓一个新的境地。 在一些风波当中,我看到那个王志军牧师好像实在不好意思了,也写个人见证吧, 我也是罪人,我也认过罪,我就去认真败毒了。 你犯过什么罪啊? 我当年做知青的时候,真的偷了平下中文的一只鸡。 我觉得你是不是在夸你自己还是在认罪啊? 我五六十岁了就犯这么点罪,我看见以后特惭愧啊,我好惭愧啊,真的好惭愧。 昨天我们谈到婴孩洗礼的问题,有一些姐妹好像不是很理解。 你为什么不理解,我跟你说白了,你还是人文主义那一套, 你不愿意承认我们按照神的公义本来就该下地狱。 你要明白这一点了,你就离救恩很近了。 你要不明白这一点,就永远是那个少年的财主。 一个牧师首先要理解这一点。 有人说,你这人是不是说我们杀过人? 我们杀过人啊,天爱的弟兄。 堕胎是不是杀人啊?是啊。 恨弟兄是不是杀人?是啊。 那说你杀过人有什么难接受的呀? 杀人什么罪过呀?死吗? 为什么没死啊?他怜悯了我吗? 所以我们要全称他是救主啊? 这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要讲的。 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首先保罗让全世界的人看, 我为什么要传这个基督? 因为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而且我是现在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所以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解决了牧者的生命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还跟那句话,你一站在讲道台上就是在控告别人的生命。 你经历了保罗了,就像我们这个教会,很多人攻击人不昧, 说牧的教会藏无纳垢。 我说,你说对了,我们的教会就是个藏、狗、纳、贵之地。 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很会,我承认我们很够,所以主啊, 从今天到明天一直到永远,你慢慢的洁净我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教会。 你认为你那个教会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我还离你远点呢? 但是只有保罗的经历的人才愿意接纳所有世人瞧不上的人。 我们的教会向任何人敞开,我们的教会向共产党的特务敞开, 我们的教会向所有所有被世人看不起的人敞开, 因为我这个牧师比所有的人更败坏更不开, 我没有资格阻挡任何人在教会的门窗之外。 但是这不等于说我要任凭你继续犯罪,任凭你怎样做, 我们一起俯俯在上帝的圣道和圣礼之下,求主的怜悯,求主的更新。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经历,你这个教会是什么呢? 你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假冒伪散的人的俱乐部吗? 那不是神的教会,但是因此对牧者的这种认罪和救恩的经历, 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坚决的。 这个也是我们最后给你安慕,我们要跟你本人谈的, 那你别跟我演。 哎呀,我该死他,我好错,王牧师偷了一只鸡, 其实我偷了三只。 第三章,第二章,提摩太前述这个教目出现太深刻,太伟大了。 现在几点钟了? 我们今天一个上午都讲,谁要坐不住就出去了, 你出去的时候我在背后会骂你的。 第一章讲基督跟牧师的关系,第二章讲什么呢? 我劝你第一位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二章第一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祂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诸位,这多少人真的明白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呢? 鸡汤教生命神学,马上拿来就是顺奉掌权者,这些无耻之徒啊。 他在说什么? 太伟大了,这才是教会,这才是你做牧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你跟世界的权柄和万人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啊? 你都高于他们,你是上帝的仆人啊,这是教会啊。 什么人才有资格为万人求啊? 为君王和在位的让所有的人求啊? 上帝的仆人啊,雅各为不为法老求? 凭什么为法老求啊? 西伯来书怎么说? 从来都是那位大的,位小的代道。 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二,你想做牧师什么意思啊? 当你起来做牧师的时候,你要明白,在整个这个世界面前, 在上帝和整个世界之间,在万人和君王于上帝之间, 你是一个代道者。 有这样的心智没有啊? 没有这样的心智啊,你就是一个政治的太监嘛, 你就是个钱财的奴婢嘛,甚至女人的脚凳嘛。 所以这个听不太说,你多伟大。 而且那些瞎眼的单眼的人怎么读的这段经文啊? 他只是看见君王,万人没看见。 那万人在前面啊,在后面啊,他看见只有一条顺服掌权者。 按照你这个逻辑,你应该先顺服万人嘛, 那顺服万人和顺服掌权者就不需要顺服了。 所以这段经文讲的不是你讲的那个政治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他讲的是什么? 就是上帝和他的教会,上帝在教会当中所兴起的仆人, 乃是整个世界的代道者。 所以我们做牧师的,真是感谢神。 这不是什么特权啊,不是什么政治的特权。 他告诉整个世界,我的仆人,我所差派的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祝福你的必蒙祝福,咒诅你的必备咒诅。 这叫教牧书信啊。 所以,提摩泰前书第二章,解决了教会及其圣旨权柄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提摩泰前书第一章,解决了牧师的生命的问题。 第二章,解决了牧师或者教会的两大权柄的问题。 第一大权柄就是你跟这个世界,政治世界,社会之间的权柄,你是他们的代导者,而不是相反。 第二章,一到七节,解决了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权柄关系的问题。 不是顺服掌权者,而是所有掌权的,应该来顺服上帝的权柄。 然后呢,要解决教会的秩序和教会权柄的第二大问题。 八到十五节嘛,那就是彻底的铲除教会的女权主义问题。 所以提摩泰前书第二章,解决了教会权柄的两大问题。 第一,你和世界,牧师和世界的关系,第二,教会当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多好的教牧书信啊。 我们太熟悉,基督教那些无耻的赖眼。 就是这个女权主义是因为当时文明不昌盛,然后教会应该让女人怎么怎么样,现在不一样了。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真信圣经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超越时代和文化的翻译的。 我们无条件地顺服神的话,哪怕我们不明白,我们仍要顺服,这叫信仰。 不仅如此,如果提摩泰前书和格林多前书十四章都在讲同样的道理, 我们就根本没有资格结论说这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处境,特殊具体的安排。 翻译到格林多前书十四章。 《格林多前书十四章》 《格林多前书十四章》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中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她们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此妇女在会中讲话原是可耻的。 神的道理其实从你们出来的吗?其实单临到你们吗?这说得很清楚,什么意思啊? 就是现在保罗在格林多教会讲的这些东西,不是专门给格林多教会讲的呀,这不是已经说明白了吗? 不仅如此,我们又回到提摩泰前书第二章,保罗是怎么讲的这个道理啊? 他都整到哪儿去了?他都整到亚当夏娃那儿去了,你还在那儿变啊? 你怎么这么这么呢? 但是我知道我们讲这个得罪了多少人啊,我看见的统计数字就是中国51%的教会都是女牧师。 如果这个统计是真实的,我们说中国教会整体上不是教会,我说错了吗?我没有说错呀。 我还是那句话,有人这样来跟我们争辩,说按照你这种热病,就这种激进嘛, 那圣经上的要求多了去了呀,你也都做不到啊,你为什么专门抓住这一点呢? 那我就告诉他们了,那么凭什么这一点,你也再专门抓住这一点不做到呢? 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圣经上的要求有两大类, 一种是道德和生命上的要求,这个谁也做不到,贪婪,嫉妒,自负,骄傲,这个我们一辈子都要改。 但是另外一种要求是程序性的要求,你马上就能做到的呀。 不让你做牧师怎么这么难的,不让你骄傲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这没有办法,我们是个人嘛。 但是说你不可以做女牧师,你今天就可以做到嘛,你下台就完了嘛。 这什么可辩论的呢?这是既有此理了,你不信上帝的话嘛。 题目在前后书,我们再来看啊。 他这里面讲到的几个理由,其实都是超越世代的嘛。 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其实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现在在罪里。 圣经确实是确定了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受诱惑的事实。 这个不用考虑你爱不爱听,反正我信。 尽管我也知道,我也容易被引诱。 第二点,他讲的第二个道理,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圣洁自首,必在生产上得救。 我说过了,我们中国人民基本上是不是人嘛。 一个正常的女人,我昨天讲谁在挑战我呀? 就是说这个女人从十八岁到七十八岁,你们要愿意一百零八岁呀,可以。 都在生产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做牧师呢? 动不动得大腹便便了? 然后你去领圣餐,这是我的身体。 你以为你是郭德纲啊,就除了又去给鱼胎喂奶去了。 其实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圣经所确立的牧师,那真是打仗,真是男人,那真是要打仗的呀。 你托儿戴女,就是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不方便,你怎么打仗呢? 这是真是,你为什么现在有一些这个女人真的很无耻,一定要做牧师呢? 她不知道什么是牧师,她又不是女教师呢? 那当然女教师可以呀,我们教会也有女教师啊,主日学老师,可以都可以呀。 但是真正的牧师,如果主耶稣的话语不落空的话,他一定经历逼迫。 我们反过来讲,不经历逼迫的牧师,一定是假牧师。 那种逼迫你受得了吗? 你为什么没有经历? 因为你是假的嘛,没人搭理你啊。 你天天都是哄孩子,然后一教会聚会,跟左边的人嗨,跟右边的人嗨。 这套韩国,台湾留下来的这种教会聚会,我真是作呕,你多大年纪了。 我又要生气啊。 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嘛,也说出来教会也亲嘴为安嘛,你知道那是什么情况啊? 我告诉大家,就是每一间教会的每一次主日,都有可能在下个主日我看不见你了。 你明白吗? 那不是这种啊。 我们教会从来没这一套,我相信你以后建教会,你们也不要搞定,太幼稚了。 跟你旁边的人嗨嗨。 而且我到哪个世界哪个国家,全是一套,特别是华人教会。 我们敞开说吧,真的就在港台那个娘娘腔。 哎,大丈夫,主说你没有做大丈夫啊。 男人,这个世界我说已经没有男人了,在中国的男人分三类。 第一类就是钱财的奴隶,你跟他那点钱把他生命扭去那点德行,那点样。 真是,真是,土豪猎身,贪官污吏,饿伤巨骨,真是惨不忍睹。 每天我要直播,我要直播吃饭,你还不如直播拉屎呢。 为什么呀?人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啊?大虾。 哎哟,我有好艇,游艇。 你多穷你知道吗?你多丑你知道吗? 就是穷的只剩下钱了,丑的只剩下丑了,没有办法了。 这是第一类,丑男人,假男人,第二类就是爱权利。 哎哟,这一辈子被那个权利苦熬苦业的,活到六七十岁, 然后到了中南海被成为小李兹。 就是我活了七八十年,我终于熬到这一天了, 然后新一代的年轻人又长大了,一辈子就是我,一辈子就是这个目标, 等达到的时候就准备死了。 上帝造的人啊,你的那个形象啊,那个荣美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伟大领袖上台就讲了一句名言, 他就这一句话说对了,就是净无一人是男儿。 他这话是拽链子,但是他不小心说对了,一个都没有嘛。 所以第一种就是权利的狗奴才,第二种钱财的狗奴才, 换个词吧,为了对账整齐,就是猪奴才。 权利的狗奴才,权财的猪奴才。 我骂人是有圣经根据的啊,主要有说猪和狗啊。 第三类是什么?就女人的臭奴才嘛。 要是做女人是我的脚凳吗? 不是,我做女人的脚凳。 让他老婆一闹,马上离开教会。 没有办法,去哪儿都已经我老婆同意。 当然这个,对了可以啊。 所以我们教会啊,根据所有这一切,我们绝不会按理女牧师。 因为圣经说的太清楚了。 还有人反对我们的就是,圣经有女先知啊, 这个我也讲过很多次了。 先知不是牧师。 先知是什么人啊? 先知就是哪天受感了就说两句。 也许他这一辈子就说过一句先知的话,那叫先知,对吧? 牧师是祭祀,祭祀什么意思啊? 我管你呢,你每天都得来啊,都得上班啊, 每个主日,月做、安息日,你都得在教堂里面侍奉神啊, 那不是一个东西啊。 祭祀是工作,是职份,先知不是,先知是工作, 先知是一个临时工,打酱油的。 那祭祀你必须做,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整个的人类的宗教史当中,女祭祀都是邪教的产物。 你在圣经当中能找到女祭祀吗?一定是坏人。 女先知可以的,女先知就意味着我们姐妹也可以传道啊, 你给孩子讲课不是先知吗?是啊,你给姐妹团体讲道是啊, 有人今天早上还问我说,那姊妹在教会能做什么? 我说除了不能做牧师,什么都可以啊。 那哥林多说女人在教会当中不许说话, 我说你看那个会的意思,那个会不是说我们今天开个指示会, 你是儿童主日学,然后牧师问你,主日学情况怎么样啊? 不是啊,那个词的意思就是在主日聚会的时候, 女人不能从自己随便站起来就讲。 我正在讲道,你突然站起来,牧师是基督站在你后面。 这个不可以嘛。 还有就是说教会里讨论的时候,你老公也在, 你比他还厉害,今天跟牧师干。 所以圣经说你回去问你老公嘛,就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说姐妹在教会里不能侍奉。 还有一点就是,你父女团契的姊妹, 主日学的老师,一个基本原则是在牧师的安排下工作。 你不能搞一个独立王国,这块我说了算,一定是在牧师的安排下。 所以我们不按理女牧师,那里面保露出我不许女人讲道, 原文是教导,有地打开。 那个意思是,我不许女人教导,这已经很彻底了, 我认为比讲道还严厉。 不许女人教导人,当然你的教导的全名都被夺去了, 你怎么可能做牧师? 因为牧师的第一工作就是教导人嘛。 所以这没有什么可狡辩的了,没有什么狡辩的了。 我们得罪人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得罪的其实主要还不是女牧师, 我们得罪的是男牧师,得罪是唐宋荣这样的男牧师门, 我很尊重他牧师,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这样讲就定了他们的嘴,他身边的人还真跟我讲过这一段话。 他说你讲的这套,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 我当时就很诧异啊,你知道啊,但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讲啊? 而你来讲啊,你一讲不就等于说明我们是假冒伪善的吗? 我说我是这个意思啊? 我真的很麻烦,讨好女人啊,明明知道错也不讲。 所以我们尊重圣经啊,我不瞒大家说,我今天跟大家推心致富, 有的时候我实际上我也不是完全领摆,就是对女人的这种权柄的这种打击。 我最后能够想得通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真的一定比我高明。 我不明白我也愿意听,他一定是为我们好,为女人好,为教会好,为人类好。 这些道理将来我们跟上帝见了面,我们真的就去问问他。 不然我们的圣经有一条被处境化,被相对化,整个圣经就全推翻了,我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因为在生活当中,我确实看见了好多好多的地方教会。 所谓的就是,太太或者姐妹确实是比那个弟兄高明,强大,能说会道。 那怎么办呢? 然后身边一些同工也经常还给我做工作,哎呀,那间教会呀,要没他老婆,早就完了。 我又没有那么瞎,我当然知道那个弟兄的那种软弱。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如果真的信圣经,我们还是要回到常识上来。 就是上帝做出这个安排一定比我们高明。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那个妻子或者那个姐妹比她老公更强大,其实不一定是好事。 他跌倒的人或者传出去的假信息啊,还不如那个像摩西一样,就说我口齿不清楚,然后怎么样的人。 上帝一定比我们高明,你就是把道理讲到天大去,你那套也没有上帝高明。 还有一点,你知道你这套道理意味着什么?你在控告上帝。 就是上帝默许圣经的时候,他竟然没有想到在中国的某个城市里面会有这样特殊的情况。 就是他太太比他老公厉害,所以圣灵没想全,要重新写一本圣经。 库胡,中国某地,当女人比男人强大的时候,她太太可以当家。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自认为女性比男人强的时候,我说白了,我越来越发现,那就是一种罪。 我说句男听话,你无耻而已,不知道嘛,以耻为荣。 甩开膀子,当时扎扎胡胡到哪里都是出人头地,还自以为更了不起嘛。 我要顺男听的话,怎么说的这么顺了? 这也是一种罪嘛。 真的,我们不要迷信人们主义那一套,不是这个样子。 因此我们不仅坚决反对案例女牧师,我们有充分不能再充分的圣经根据。 第二点,我们也不会案例那些实际上的女牧师或者假男人。 好吧,男人做牧师了,案例了。 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其实她太太一直当家,在那个教会和小组里面一直还是她太太,实际上是她太太掌权。 我要值得这种情况,我也不会给你案例的。 这个我认为比前一种情况更可怕。 你不仅跌倒了你自己,你也跌倒了你太太。 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宁愿那里没有牧师,我们不会案例女牧师,也不会案例男女牧师,女男牧师,都不会。 宁愿那里没有牧师,或者我们从别的地方拆派牧师过去。 我们绝不允许女人在教会里面滥权,这是咱们这个体系。 为了爱护姐妹,也为了见证我们,教会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不能卖主的,我们不能出卖真理的。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神是何等地爱我们。 前两年其实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姊妹就是特别狂妄,总比她老公高明,总是觉得自己有一套。 结果逼迫来了,警察首先把她抓进去了。 其实你想没想过,你想殉道是吗?你知道这个国家是多流氓啊?你想过你的亲人怎么想? 所以神真的永永远远,比我们更知道爱我们。 所以从初代教会开始,大家能想一下,彼得道定十字架,彼得是结过婚的,和他妻子道定十字架的区别吗? 谁真爱彼得? 也许我自己瞎想,我认为有可能,彼得那个岳母得热病,对吧? 哎呀,咱们是中国人啊,那个老太太要得热病,那得多狂啊? 他女儿也不一定什么好东西啊,对吧? 所以彼得首先是受到了保护,然后他太太没有他太太殉道的消息。 当然我知道,一代教会里面,姊妹也殉道者,但相对来讲,总体上来讲,神爱教会,爱慰他的儿女,也爱一代一代的基督徒。 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你在生产上必然得救,一个孩子从小妈妈训到了,他怎么成长在基督里? 所以上必我们想的多多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之所以现在没有受逼迫,因为你是假的,你根本就不是牧师。 我当时是个坏人了,就以我为例吧。 就是网络上对我那些谩骂,你要是个女人,你是不是早就死了? 你受得了啊,我的脸皮多厚啊。 好吧,我们就是讲生命的状况,不是,讲这个权柄的问题。 提摩泰前书第二章,翻回来吧。 提摩泰前书第二章,第一章我们谈到了牧师的个人重生的经历。 第二个方面,我们谈到了这个牧者在教会当中的权柄问题。 第三章,提摩泰前书第三章呢,就讲到了你如果要做牧师, 你个人生活方面的各种最低的要求。 这个我们都不一定做到百分之百,但这个要求基本上还在这里,我再说一遍。 第一条,你的生命上的见证,重生的见证。 第二条,你对权柄的理解。 第三条,就是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基本的要求。 人若想得到监督的职份,就是羡慕善功。 三章一节,这话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自首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 只要温和不争敬,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是儿女端章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哪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 下面是谈指示,有教会的同工,也类似。 我这里面稍微展开说一说这个,怎么解释啊。 题目的前述三章第一节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副词。 这个词你要是直接翻译,应该是but now。 but now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申请做牧师。 就是你此时此刻你的生命一定不再是这样了。 而不是说你以前一直都有好名声,你都做人特别特别的好,我谈到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不配做牧师。 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 这是一般现在时,不是过去时,不是过去完成时。 所以我们都曾经是罪人,在两性的问题上, 在其他的问题上我们都犯过罪人,不然我们就没有经历过救恩。 但是当你在申请做牧师的时候,从现在开始, 你要努力的按照这样的生命,这样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 就是这个意思了。 否则的话,有人在这里面就是假冒伪善, 说这个做牧师的人一生在这些方面都要无可指责, 准备着胡说呢。 那如果这样,保罗就不合格,奥古斯丁更不合格。 所以就说现在,现在你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你也说我没有妇人啊,我就宜人,那这也可以, 这个不是说一定要要求,你说为了做牧师马上找人结婚。 不是这个意思,节制、自首、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 不饮酒自食、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敬、不谈财。 那这些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要求。 第四节我想说一些,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饭事端庄顺服。 我个人觉得,作为牧师来讲,这些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你的儿女都是基督徒,然后你的妻子应该也是个基督徒。 这个相关的经文很多了,我不去引证答。 那如果你现在起来说我要申请暗牧,你太太还没受洗, 你孩子还不来教会,这个你就别着急,不要着急,这个为你好。 因为你现在幕会会遇到很多很大的麻烦,你怎么劝别人太太受洗呢? 你怎么去建议别的儿女受洗呢?没有办法呀。 所以我们珍惜每一个神经按摩弟兄姊妹的心, 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你的神经神知道了,我们的祷告神听见了, 但是神还会慢慢慢慢地预备我们。 所以我们不能来对付。 我现在申请暗牧了,所以我昨天就让我太太受洗, 我不是说那个是谁,或者说过两个月我要暗牧了, 然后我太太跟我谈条件,暗牧之后她就受洗。 不能这样,弟兄姊妹,不能这样,你这是明确对付嘛,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而且我跟你说,你的太太要受洗也好,还是需要考察一段时间, 她愿不愿意跟你在教会里同工,这些事情都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她愿不愿意在教会里当中解制自己的权柄呢? 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相关我再一次呼喊,就是我们的教会没有师母, 我希望你们都不要这样讲,太难听了,太骂人了。 我妈在中国呢,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管理上帝的教会呢? 然后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它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出入教的人,刚刚信主的几天的人,这在教会里也特别重要, 你少动不动就跟牧师建议怎么讲道。 我过去这两年又经历这种,这是没有办法,这中国人怎么总呢? 动不动就跟牧师讲一讲,你不应该讲这个,你不应该讲那个。 好的,这是第三章,讲按摩人员的生活上的基本要求。 第四章呢,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区别异端其他的教导。 然后第五章讲的就是我们对弟兄姊妹会众当中的弟兄姊妹的一些责任, 怎样去劝勉。 其中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劝寡妇、劝妇人、劝少年妇女。 这个对牧师这个要求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看第五章第二节,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而且总要清清洁洁的。 这是我们的牧师最基本的要求,我们一起共勉。 因为我们中年人、青年人,特别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明白, 这个时候对你是一个极大的势态。 一个女人,一个特别年轻貌美的一个女人,上你来骂她老公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都高兴坏了,你知道吗? 天赐良机啊,你不一定有什么邪恶的想法,但是你还是很愿意嘚瑟。 所以这个教会很多时候出事就从这里出来的。 哭啊,这个女人这个哭,哭诉啊。 而且一个年轻的牧师特别容易上当,她一哭,我就说我基本上是这个经历, 就是听小长宝叩诉土匪罪状,恨不得我仇恨满腔。 我就恨不得为她出头了,过两天她老公又来了,再讲一遍, 那我就是要唱另外一首,就是这个女人不寻常。 所以牧师在这个两性问题上的那种倾诉,我那天跟那个廖提众还聊, 就是说,你不要听听任何一个方面的。 我跟你说,这个人太邪恶了,她跟你讲的不是真话, 所以我一般什么阶段的姐妹什么地方跟我讲她的婚姻啊什么, 我现在跟你说一道我基本上都看的,你不要再给我写了好吧, 我根本不骗你那一套,我还不了解你是谁啊,我根本不信, 我也不会用这段事情耽误我的时间。 我什么时候愿意听啊,你跟你老公一起来讲嘛,都坐在这里,那可以。 我们呢,越有经验的牧师,我们越要明白,就是婚姻是一个地狱,在某种地方, 而且它是一个理性和光辉照不到的地方。 每个人谈起这个婚姻家庭的时候,他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 他一定会重新裁减材料。 听了以后,他先把自己感动得跟真的是,他哭啊,然后再把你给感动。 千万别像这一套,没什么好比,真的,这两性观象都是坏人,太坏了,我们太坏了。 我们没有人真实的,在神面前诚实的叙述我们在婚姻当中的败坏。 我们对丈夫对妻子的亏欠,不要相信他们这一套。 我们牧师不要上当,你要一旦上当了,他就牵着你的鼻子走,回过头来骂你傻。 我这有点肉身了。 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说这是第一点,牧师不要简单的被家庭纠纷给拉进去。 拉进去第二,你教会就败坏了,这个在蒙特里也特别明显,然后教会就分裂。 一般人站在丈夫这边,一般人站在太太这边,然后搞个狗血翻头。 教会没有正经事了,全是今天这点破事,几个月都不会平息。 我们的牧师一定要做大丈夫,一定要坚持。 这种事情,我跟你说,越小越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说白了,很多的家庭纠纷就有一个原因,就是贪。 所以主就是,有人找主来分家,主耶稣怎么说的? 你离我远的,我不想管你这些破事,你少点贪心就行了,是不是这么讲的? 上帝一派我来不是给你分家的,我也不是,我没这能力,我们家比你还烂的,哪有给我管你这破事? 我只有作为牧师,我爱你只有一个本事,什么本事? 我就教导你圣经,你自己照着圣经去做就好了。 我有什么本事给你调理家庭纠纷呢? 我自己家比你们家差不了多少,大同小于。 我也不想装什么假冒伪善,好像我成了你生活的导师, 然后人家厚厚无耻了,在全世界去云雄,告诉人家怎么经营婚姻家庭。 我们这个系统一个也不许出这种人,也不许出这种人。 为什么呀?你们家那个事我不知道啊,还是你不知道啊? 你有什么司机在来的?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台湾也都是夫妻,就特别丑恶。 现在在蒙特利尔经常去,我们教会有一些夫妻说, 我们是不是去听啊? 我说你去听啊,你还不如跟我去拍拍照片, 你看看那个土拨鼠他们家,也比他们家干净。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牧师总是要多看一点, 我看他们家的录像,两个人到蒙特利尔去讲, 然后一看我就笑死我了。 两个人在这谈谈,观点不一致,要吵架。 但是这个摄像头临到他,要播出正在直播吗? 然后我看两个人,这个太太就不断地给这个老公施眼色, 这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回家,回家再吵。 夫妻永远在战争状态,我们好一点就好一点,感谢神的怜悯, 那大部分时间真的很难。 什么样的人最无耻的,我觉得就是总是嘲笑别人家庭的。 所以我觉得前几天,昨天我们讲彼得他们,我还是蛮感动的。 就是那些家庭啊,夫妻的关系除了问题,主去责备他们是犯了奸淫, 然后彼得他们就说,那谁能得救呢? 这什么意思啊?就我们家也这样啊。 最无耻的人就是总是认为自己的家庭比别人高明,我们的夫妻比别人更相爱, 然后动不动就在众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恩爱。 我现在告诉大家另外一个事实,越是在众人面前炫耀恩爱的人,他们讲越像地狱。 我从来不看这套演出,不要跟我演这一套,我也不看,我绝对不信。 因为真正相爱的人不需要演的,你就实在是没什么东西拿来做完了,你就演这一套给我们看。 我的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好吧,好吧,好吧。 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第一点,我们对教会里的这种男女关系的问题一定要谨慎处理。 第二个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让男女关系成为教会处理的中心,不断成为风波的中心,你一定要相信。 而这种东西最能够动员人性的丑恶,都喜欢。 前段时间我得罪过了蒙特利尔意见教会的一个同工,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 这一直给我写信,就是我们教会谁跟神要离婚,我应该怎么办? 我开始没搭理他,过两天又来一封信,我最后就给他一句话,到现在也不跟我联系了。 我就怕什么,说你把你们家是管好了,行不行。 那他很生气,牧师怎么这么说话? 我说这才是牧师给你讲的。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家庭的那个事,你处理不完的。 有的时候大家知道,做牧师,好吧,我们感动了也有时间,我就去人家里处理一下。 平息了,你知道为什么平息了? 就人家给我面子,牧师这么辛苦都来了。 这个问题根本没解决。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其实也不需要解决,打吧。 前几天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我听着我就说,打得好。 不打的话就快离婚了嘛,这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弄得特别严重。 哪个家庭不打架,哪个,我跟你说,最容易吵架就是做饭。 他一定要放味精。 我说这个东西一定要炒出锅来再放吗? 那就打了吧。 然后你找到牧师了,牧师怎么说? 那要找到我,我一定把味精给他全倒进去。 这个生活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要做正经事。 还有一点呢,就是保密。 真的有人跟我们讲,对我们牧师最起码尼,对人的隐私一定保守灭尼。 这是牧师的疾病的权利。 还有一点不管怎么样,我想特别提醒的就是, 不要把人家家庭的苦难争吵,变成你吃人自义的机会,甚至是趁机第三者插足的良机。 这个要特别特别详心。 最好最好你劝任何一个姊妹来控告她的丈夫, 我觉得一个合格的牧师最好最好你劝得顺服她的丈夫, 而不能说,她怎么可以这样? 你这时候你就特别像魔鬼,知道吗? 当然我们也有个界限,如果对方家暴了,她把她老婆打的, 不来赶的不路了,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大部分时间,你不要觉得你机会来了。 好吧,这是第五章,第六章讲的就是钱。 牧师要责备财主,牧师不要太贪钱。 这个需要不断不断的提醒我们。 我昨天谈到说我们教会这十几年账上就一万多块钱, 从来没有多过,也没有少过。 我觉得这是什么啊? 这就是圣经当中一个神迹,是哪个神迹了? 就是这个酒一直就这么高,这是感谢神。 为什么?我就觉得我这个臭毛病的,我这种人啊, 我是一个很肉身的一个人。 我们教会如果现在是一万,我回去变成十万,我肯定嘚瑟。 弄成一百万,我就会嘚瑟成十倍来。 没有办,上帝太了解我们这点出息了。 所以在钱财的问题上是教会要持守的一个问题。 这是第二个方面,生命状况。 第三个方面,全职事奉。 我就简单说一下,有人总说保罗还编织帐篷呢,那是特殊的情况。 那个不是常规的情况,圣经有一节经文怎么说? 传道的要靠福音养生。 一个方面让我们生活得比较简单,叫安平乐道。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让我们不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侍奉钱财上去。 昨天有姊妹下来还问我,说牧师你昨天讲的那么多呀, 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做企业了,不能赚钱了,我说你听错了吗? 我讲的是传道人。 平信徒,该搞政治搞政治,该搞企业搞企业,赚更多更多的钱好来奉献,挺好的,支持你。 但是还是有底线的,你不要违法乱纪,你不要违背实戒去骗钱, 你不要贪污腐败,你总给人送礼贿赂人家。 如果有这种情况,抓紧悔改嘛。 如果你的钱都是这么赚来的,你现在就应该奉献给我嘛。 然后我得转给别人嘛,我得分给穷人嘛。 这个基本上,当然你刚刚开始申请牧师,你的小组,你的教会有各种特殊的情况, 我个人理解不要一步到位也可以,不一定说一年两年,你就一下子就全职事奉了。 家庭可能也受不了,教会也没有这个能力负担你的生活费。 这种我觉得可以通融。 但是你要有个基本的概念,就长期来说,确实是要全职事奉的。 再跟大家说呢,就是我开始幕会的时候,我每个月工资就五百块钱。 这不是也过来了吗? 当然这个感谢是给我们家庭的恩典吧,我们的孩子就是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 一毕业马上有工作,一有工作就比我工资高。 我现在什么,稍微身上名贵一点的服装都是他们买的。 你像这个,大家知道加拿大叫鹅,鹅什么那个,加拿大鹅吧。 这都是孩子给我买的,挺好。 那反过来我们也说,我们要真的愿意为主去摆上,那真的可以。 现在你知道我现在这个幕会2014年到现在,我的工资就没有提过, 没有蒙特利尔来的人我就敢说了。 有来的就到哪说哪了,我好像给人要钱似的。 一个月工资就三千多块钱,三千多块钱到现在, 你知道在蒙特利尔这个工资水平是什么?你这是属于贫困阶层的。 蒙特利尔的平均工资水平是四千到五千,我印象长得好像是这样。 我三千七百多块钱,我怎么生活? 我生活的比谁都舒服啊。 这就是神的供应,祂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情况给你。 那我提醒大家一下,你们的教会,你们的牧师,人脸一层皮嘛, 他不好意思给你们提工资的要求,但是到有一定的时候, 你们那个指示会和会众应该主动的给牧师提工资的, 因为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嘛,所以你不要等他给你讲。 你们教会啊,各个方面要考虑到牧师生活上的一些苦难。 如果一个牧师生活很艰难,他就很难讲到, 不是谁都像我那么幸运,我确实是太有钱了。 这是真话,就是以前支账们的存款还够花, 然后也靠大家的支持。 我怎么越讲越想要钱的样子。 这存在是忍不住啊,这还是忍不住。 第三个问题,我们按摩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案例程序。 案例程序一般有这么几个地方,第一就是本地教会的同意和护照。 这首先意味着,你现在如果还没有小组,没有教会, 你可以提出申请,我们知道,但你先去筹建小组,查经预备着, 不要一定马上按例,如果我们马上就按例了,你又没有小组,又没有教会, 或者你这个教会已经有牧师了,你又按例了, 那我们不是人为的制造矛盾分裂吗? 你比如说,还是我以方征那个为例,他现在教会比如说就四个人, 我现在按例俩牧师,这两个家伙天天打呀,这个不行, 就是展示我们,第一个就是本地教会的存在,哪怕它还是个小组。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你的个人的生命啊,家庭啊,生活状况, 我们按目团绝对不能够听你一面之词,你自己说我们当然也会倾听, 我们在逐里面也基本相信你,但是一般来讲, 按目团一定会到你本地教会找你的小组的人,跟他们去接触。 不然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呢? 对吧,这是路德教会按目一个必经的程序。 以前,你比如说,房正按目,智杰他们按目,因为他们教会的人我都认识, 他们说我就知道了嘛,现在随着咱们的这个事工的不断的扩大, 说实话,你我也不认识,你我都不认识,你们教会我就一个都不认识。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查,这个希望大家理解。 为你负责任,为教会负责任。 所以第一点就是本地教会的程序,第一,你在本地教会有一个签署的一封信, 推荐你,接受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可能按目团的人会到你们教会去看。 这不是我们的发明,我和立伟牧师按目都是这样的, 那我那程序就更复杂了,而且到现在为这教区还在调查我呢。 第二,我没有搞别的私人的问题,就是我讲到符不符合邪同书,还是有点破事。 最不符合邪同书,他们现在整我还没整完呢,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我竟然说邪同书低于圣经。 当然你们很诧异了,这不是常识吗?那是常识,那没办法。 路德教区的一般就是神学院,我和立伟现在相当于神学院,就我们只能给常识。 以前我们也带行了教区的一部分职论,是因为他们没教区。 那么严格的做法就是我们只能说在真理上,神学上这个牧师过关了。 但实际上现场去实施案例程序的不是我跟立伟, 是比如说中国有路德教区,是路德教区的主席或者教区主席委托的牧师到你们本地教会去案例。 这个我们到现在为止有这个条件了,因此大家可能会有点失望,我们这次不会案例任何一个人。 但是你放心,这是大事,是天国里的大事,是你个人的大事,是你那个城市的大事, 是你们教会的大事,我们一定不会耽误时间,我们会拆派教区的人去给你们案例,回去等着。 但是你一时没有等到,那就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认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条件还不够,你别恨我们。 这个不是人的情,这不是人情,我们可能看法有缺陷,我们可能对你不公正,你多体谅。 我们努力,我们努力。 所以你们的案目,接下来这个案目一定是,我跟立委要尊重所谓的教区, 然后就在教区派两三位牧师到你们本地教会,对你本人的生活、家庭、教会做出调查, 然后在当场按摩,他们按摩之前也会跟我跟立委通一下气。 这是第二个程序。 第三个程序就是案例仪式本身。 案例仪式就是在教会里面,你要在神和上帝的百姓面前宣示,宣示什么? 基本上就是主耶稣问彼得的三句话,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想要。 这个案例仪式比结婚庄重多了。 我当时的案例仪式,我发自肺腑的跟大家讲,我当时就是完完全全是被动的, 我就是反抗,我起不来,那四五个大力士按着我那,就完完全全是压到审判台前。 我到现在还想反抗,牧师这活真不是人干的,真的,太不自由了,太难了。 但是你在神面前宣示了,那个按手,那个按手就带着神的能力。 你可能不理解,我现在也不理解。 没有办法,怎么那两个破人按着我,他就代表上帝的能力。 上帝设立的,我们就信了。 所以我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案例牧师的信息。 第一条,真理的装备。 第二条,个人生活的见证。 第三条,教区案例的程序。 一条也不能少。 所以我们今天关于案例牧师以及教会的真理,就分享到这里给大家。 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求神洁净,就是能造就我们的,能造就大家的,求神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长久的祝福。 如果我们在这里讲的有一些特别的信息,不是从神来的,求主洁净。 教会是他的教会,牧师是他的仆人,基督是我们的救浊。 请全体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何等地感谢赞美你。 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你在地上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呼召出来,建成你的教会。 主啊,这既然已经是你的教会,你必能够创始成宗,你必能与你的不仁同在。 愿主,你今天向我们所呼喊的,所讲论的,主啊,一直能够成为你教会的根基,并且能够成为你教会的祝福。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